HELLO 大家好,我是劉坤,带你聊天最真实的日本 今天又到晚饭时间了 我今天是准备做一个咖喱,日式咖喱 在我直播的时候也说过了很多次 咖喱的话是启,不能说启源吧 是印度,还有尼泊尔,还有就是那种亚洲国家 它这个就是咖喱比较有名 你算发源国吧 但是我个人更喜欢日本的咖喱 因为它那个硬的咖喱,不能说不好吃 我只能说是我更喜欢日本的咖喱 味道真的很不错 今天我是想做牛板筋的咖喱 所以稍微跟猪肉的鸡肉的牛肉的稍微有点不同 因为牛板筋太硬了,所以要煮的时间要很长 日本的咖喱料的话有三种 一种是肝口,一种是中心,一种是心口 这三种口味 肝口的话顾名思义就是不辣 中心的话是一般辣 然后心口的话是辣 因为我家孩子吃不了一点辣 我买的就是肝口,就是甜的 好了,现在开始做 这个是我准备的牛板筋 大概花了一千多日元吧 牛板筋好吃一点 但是浪费时间 所以现在才四眼半不到 我现在就开始准备晚饭 要多煮一会儿 来看这板筋怎么样 这边是肉,这边是板筋 是不能看出来它的一丝一丝的那个板筋 因为这个是牛板筋的话 你稍微切块大一点 你切太小的话 一煮它就肉都缩到一块来 几乎吃不到肉了 所以切稍微大块大一点 这样的话稍微好吃一点 你吃的肉才爽 吃不到肉,你干吃的没意思是吧 切差不多了 现在就会炒一下 炒出一个牛炒的 这边先煎着肉 我这边再准备那个地料吧 再来开始准备切洋葱 洋葱这么大了 准备两个 我感觉就足够了 因为洋葱 它有时候洗个那个 粗味的 你把那个它融入味汤里边就做了 你们个人喜欢我 现在刚刚把那个肉 换在这个锅里 哦,吃一锅水现在开始炖 把那个肉把板筋炖化 不会添这么多水 我留学的时候 我留学的前几年 每天都是面条跟这个咖喱炖锅的 这个小火斑化 一会儿 洋葱要煮了 好,现在切土豆 这小的切小一点 就一会儿煮汤的时候 融到汤里头 胡萝卜的话可以是 这个就没有 我个人感觉没有什么特别要求 因为胡萝卜你煮的话 它也不会容易 特别容易碎吧 稍微大一点 小一点就无所谓了 板筋炖煮的 已经特别软能吃了 所以现在放这个咖喱料 它这个是甜口看见没有 我就刚才我说这个甜口 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不辣的 可以开始放料了 这个料放之前就是 你可以不用理它 让它随便煮 但是这个料放进去之后 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不停的搅拌 不然的话它里边好像是有电粉之类的 它会抗底 特别是你家的锅 如果不是不粘锅的话 你更要注意 一定要等它化开 等它化开 然后慢慢的化开 然后你化开之后 然后不停的搅拌 不停的搅拌 好了 就这样就算是成品了 看着颜色就是颜色 我以后就像这一样 我以后就像这一样 你打开 好了 饭好了 我儿子闻到饭香了 他又醒了 哎呀 这小孩儿 好吃顿饭 想随便吃顿饭都吃不了 啊自己弄 我不许是先尝尝味 我不许是先尝尝味 好嗎? 好 嘩 我還沒放進去 看看今天呢 半斤咖哩 好吃 很好吃 老婆說因為是 Cur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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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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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 吃 吃 好 直接吃 不會 不要當 我來一口嚐一嚐 看这牛肉槌煮的 都特别软的牛丸子 牛丸子煮的特别糯 所以刚刚好 配咖喱调味料 刚刚好 真的刚刚好 好了我们下期见 拜拜 如果喜欢的视频 请点击一下关注 我们下期见